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很像有些人会去拍什么狗狗沙龙之类 他们就是把他们的毕业 不是毕业 就舞会的那种写真 然后就带一大堆山羊 每个人都带山羊在那边合照 然后我就想说真的假的 山羊是可以这样子让你牵着到处走 因为那时候新闻有提供一些抖音影片 然后那个山羊就是被一个牵绳 就牵在旁边 我想说 哇这个山羊真的是跟狗一样可以 可以在你旁边 把你旁边蹲着都不会抓狂 然后还被你牵着 结果呢 其实这个山羊 其实它跟狗的性格 就是根据很多农场的主人 就是他们都觉得说山羊的性格 其实是跟狗还蛮像的 就是它蛮被驯服的 然后个性也还蛮好的 对 所以说就是这个加山羊 就是如果是驯养的山羊的话 确实是有办法让你 就是这样子牵着拍照 对 虽然说那期那一个事件 就是有被一些动保团体 就是批评说 就是他们把山羊租出去当成装饰品 对 就是山羊一定是有人提供的嘛 那就是有公司在租山羊 就把山羊租出去给这些 给这些高中生就是 跟就是可以带出去炫耀 或拍照之类的一些状况 就有动保团体就批评说 这样子租山羊给人家当装饰品 就是当花瓶的这种行为 就是对山羊的精神健康状态 会有影响 然后会伤害到他们的感觉 对 因为其实你就是被当成玩具摆弄啊 然后其实这些租的人 就是他们也不一定有什么 就是知道怎么跟山羊相处的尝试 那有可能就是 要是他不愿意占就是 你想要他占的知识 那也许有些人就会对他们不好 对 就是有可能 就是各种情况啦 然后再加上 一直被陌生人带走 不然就是会有一些那种压力的 压力的状况 所以说 很多动保团体就说 你不能这样子乱租山羊出去 给人家当花瓶 我觉得也是不无道理啦 对 但 但反正 反正就是有这么一件事情 对 然后从此我就对山羊 开始感觉到有点兴趣 那山羊呢 它其实是就是从这个 西南亚跟东欧的野山羊 就是大家养的这种 这种 家里养的这种山羊 它是从这种西南亚跟东欧的野山羊 驯化而来的 然后总共呢 有三百多种不同的山羊品种 对 那虽然说就是它跟绵羊 算是有很密切的相关 但是大家看到绵羊 都觉得是那种毛毛的蓬松的 可是山羊的话它的毛是短的 对 然后呢 主要山羊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他们的眼睛 对 很多人都觉得山羊的眼睛很可怕 对 因为就是它眼睛就是看起来扁扁的 然后就有点像是青蛙 然后又有点像是外星人 对 就有很多人觉得 很多人觉得山羊的眼睛 哦 还有人觉得山羊眼睛长得像花枝 但我 但我是不知道 我是觉得明明就很可爱啊 有人觉得那个眼睛很可怕 因为它是一个很很条线的感觉 对 那山羊算是最古老 最早被驯化的一种动物之一 然后它最早最早被驯化的地方呢 是伊朗 那山羊之所以会那么早被驯化 一定是因为它是一个 就是对于生存非常有帮助的生存啊 像是在世界很多地方就是 会有养 可以产养奶啊 或是它的肉也可以拿来吃山羊肉 或是它的毛皮就可以拿来做成衣服 所以对于古代的人来说呢 山羊就是这些东西都非常好用 现在其实还是很多人会喝就是山羊奶啊 或是吃这个就是go cheese 山羊乳酪之类的一些制品 所以说山羊对人类的那个就是饲养生畜而言 是一个价值还蛮高的 价值蛮高的一种动物 那山羊的角是它一个很大的特征嘛 大大多数的山羊呢 天生都有两只角 不管是雄性或是雌性的山羊都会有两只角 那曾经有出现过呢 好多个角的山羊 曾经出现过的是有多达八只角的山羊 那这个其实是很罕见的状况啦 那这个罕见的基因应该是遗传造成的 但是有时候就是人训养这些农场的动物啊 都会希望他们不要有角这种危险的力气 因为如果就是养的动物有角的话 他们有可能就会在饲养环境当中 用这些角造成其他的动物受伤的状况 所以说常常都会想要透过基因改变 然后去繁殖出不会有长角的这个动物嘛 那其实像牛的话呢 就是人类已经成功就是去养出 就是都不会有角的牛来方便就是在农场那次啦 但是山羊的话呢 完全没有成功的繁殖出这种稳定的没有角的山羊 原因是因为呢 山羊他的角跟他决定性别的基因是有很密切的相关 所以说你要是把山羊的角就是这个基因拿掉的话 他的性别的部分呢也会有相关的影响 就是会造成一些造成一些繁殖上的缺陷等等的 像是呢就是如果你把两只经过基因筛选 然后没有角的山羊让他们去繁殖之后呢 通常会在他们的后代发生就是这个山羊是双性山羊的状况 那就是他也不是雄性的山羊也不是雌性的山羊 所以说就会造成一些性别的问题繁殖上的问题 然后这些双性的山羊通常呢都是补育的 然后他们的角呢主要的材质呢是由角蛋白还有其他的蛋白质而组成的 然后平常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打架啊或者是用来防御敌人啊 然后保护自己的领土啊都会去用到他们头上的角 那山羊的话呢他们是繁殖动物嘛 那繁殖动物的话通常就有很多个胃 山羊的话就是有四个胃 总共就是有流胃网胃半胃还有皱胃组成的 对然后跟其他不类的繁殖动物一样 他们都是属于偶提木动物 前面啊有稍微提过这个山羊细细长长的眼睛 看起来像青蛙花枝或是外星人 但有些人就是很喜欢山羊就觉得哦好可怕哦 就觉得他的眼神总是透透的一种不友善的感觉 但其实山羊啊他们这个眼睛就天生的 就他没有什么不友善啊他天生就是长这样 不要这样子排挤他 他的这个眼珠子瞳孔的部分 不像我们人类是圆形的嘛 应该是椭人形嘛 但山羊的话他是像是一个横线水平的 狭缝状的瞳孔就有点像是一个 那个叫什么螺丝 一字的螺丝 螺丝的感觉 或者是像是一个静止的符号 就是一个水平狭缝状的瞳孔 那这个瞳孔的部分是黑色的 然后山羊的眼白当然是就是白色或是黄色的 所以说呢就是他在这个黄色的眼白的对比之下 就会看起来他的这个 瞳孔的横线是非常的明显 那其实他这个横线状的这种瞳孔 其实是可以帮助他们看清楚四面八方 就他可以看的范围是非常的广 他的横向的范围是非常的广的 因为他眼睛这个横形的形状 所以整个附近的整个周围他都能看得非常的清楚 但是呢这个横形的眼睛是有一点点小缺陷 就是说他唯一的缺点就是他没有办法看清楚 来自上面的敌人 所以说如果有人要下山羊的时候 或是从上面下他 通常他很容易就会受到惊吓 因为他就是比较容易看到是四周围 但是你从上面到下的话 他可能真的会被下烂 所以说野外的山羊啊 他们都喜欢会爬在很高的地方 那就是因为他们在高的地方往下看 才不会就是有人从上面冲下来这样 他就会觉得很害怕 那山羊羽如果被吓到的时候 都会呈现一个麻痹的症状 他们是还活着的 可是他就是有点像人类就是晕倒 或者是对反正就呈现一个 会呈现一个有点半癱瘫的状态 就是他没办法动 然后就僵在那边 对然后有时候你从上面吓他的时候 他就会产生这样子被吓到的这种痰痪状态 对其实他就是 对就是晕就是晕倒了 所以说不要随便下山羊好不好 虽然说很多人觉得 那个山羊被吓到那样子很可爱 但是就是不要这样子害 不要这样欺负他们 对所以说这个眼睛啊 是有他的优点 但是也有他的小缺点存在的 那山羊的一个印象 还有就是关于他们的胡须 跟脚一样的就是呢 公的山羊和母的山羊 都是可能有胡须的 然后许多种类的山羊 就是在这个他的下巴的下面就是都会有 都会有胡须 然后也有可能会加上肉垂 肉垂的话就是会感觉 像从他脖子下面会有 会有两侧就是垂下来的一个皮 或是肉的感觉 对就是从他的这个头下面会有 脖子的地方会有一些垂下来的肉 所以其实这个胡须啊跟这个肉垂啊 还有他的眼睛的这个咪咪眼的形状 其实他不是咪咪眼 他就是只是他的那个眼睛的形状是 他眼睛的形状是一条线的 所以说会感觉给你一种就是有一点 有一点不友善的感觉 那这个的话呢 其实就是 其实就是会让他看起来 有一种老人或者是 就是精神不太好的形象 所以这也是有些人不喜欢山羊的原因 但其实这也是让山羊看起来很可爱的原因 对就是他的咪咪眼啊 然后胡须啊肉垂 看起来他是一个小小老人的 的可爱的感觉 关于这个山羊的饮食 很多人就听到山羊对他们的印象 就是说 啊那个山羊就是跟牛不一样 他们什么都吃 对就是他们确实是 几乎什么都愿意吃 就是他们只要是闻起来有植物的味道的东西 他们其实是很愿意去尝试各种不同的食物 然后所以这也导致就是会有人看到他们有在吃纸啊 或是吃纸版的一些情况 都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闻起来啊有 可能就是有这个植物的味道 可能纸就是还有残留植物的味道 那他只要闻到这个味道他就觉得说啊那可能是可以吃的东西 他就会吃吃看 对 所以说山羊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动物 就是他们会很愿意去尝试吃一些有的没有的食物 但其实山羊就是真的他会去尝试吃 但如果是真的不能吃的东西他还是不会吃 只是有人可能就会看到说 哇他吃什么奇怪的垃圾之类的 但他其实不会真的吃下去 如果他吃了都发现不能吃他就吐出来 就是他是一个愿意尝试的动物 那就是他们的舌头啊据说是上面有比人类还要多一倍 就是比人就是是人类两倍的味蕾 所以说他们可以尝到的味道啊是比人类还要更加丰富 然后山羊他们吃的这个吃的东西啊 就是主要当然就是吃草啊 真正吃的东西就是吃草 或是吃些树根等等的一些东西 但是跟一般的牛羊就是不一样就是他们就是会去吃就是像很跟原本的最主要吃的东西很相去甚远的一些食物 他们都愿意去尝试然后很多人就看到他们吃什么衣服啊还有什么标签纸他们都会愿意去吃 但其实他们厉害的点是在于说 嗯他们吃了之后 不会怎么样 对因为他们的耐受度呢其实是蛮高的就算就是不如说很苦的东西吃起来很苦的东西或是可能稍微有毒的东西 山羊其实都是可以顺利的撑过去要不然他们每天在路上乱吃早就吃死了 就是因为他们有办法就是去耐受这个有点苦或者有点太毒的东西他们是可以承受的 对那所以其实实际上就是他们会采他们会对各种就是去采样各种食物 但是其实真的是除非他们真的超饿要不然他们不会去吃那种就是有就是比较比较像类似垃圾的食物 对然后山羊呢通常都是放羊的就是你很少会看到山羊就是被关在围栏里是为什么 是因为山羊呢他们就是非常擅长跳跃 然后所以基本上呢你用什么栏杆围着他他们其实都很容易就直接跳出去了 那所以说呢就是除非你只养几只就是那种家里养几只那他可能就是跟你感情很好他不会跑走 但是如果你养那种一大群就是真的商业上的话就是你用一个围栏他一定会一定会跳出去 就是山羊他们的山羊他们体能非常的厉害 脚非常厉害之后他可能就会会直接跳出去 对然后山羊的话呢他们的小孩子啊就是其实才出生没几天啊他们就已经可以出生过几天之后他们就已经可以就是蛮自由的野外的山羊了 就是已经可以蛮自由的就是移动啊之类的其实也是跟他们生活在一些比较艰困的环境是有关系 就例如说野外的山羊他可能是在就是这种比较比较垂直的一些石头的岩壁上面生存 那小山羊他要是出生没多久还不会爬的话那还不会在那边跳的话他就是会直接从那个山壁上面摔下去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所以说山羊他们就是天生就是非常的敏捷 然后有办法在很多不稳定的地方攀爬保持平衡的能力都都很厉害 所以呢这也是就是如果你是养的山羊的话你会发现哇这你养的这个反雏动物就会爬树 对就是因为可能你养人家里就他不会有不会有就是岩壁那种那么那么清晰那么垂直的这种这种环境 但是呢树不就是直的吗树的话他们可能就会直接这样直的爬上去 他们真的爬树能力超强 然后各种测试围栏啊他们都直接轻易逃脱 因为你要想看他们那种就是虽然是驯养山羊 但是野外的山羊是可以直接在垂直的墙壁上面走路耶 所以说你这种围栏就是对山羊来说是到底是算什么 像野外的山羊就是其他的一些其他一些比较知名像 网络上就有很知名的影片就是有那种野外的山羊 就是他会直接就是他会直接他直接在爬水库 就水库的那种坝不是垂直的整个吗 他可以在水库的垂直壁上面爬就是就是那就是一个那就是一个直的墙啊 那就是完全就是一个垂直的墙 他就可以直接这样子往上爬 没有任何就是没有任何工具 你人类爬东西不是都要一直用一个什么钉子 然后就敲进墙壁里 然后再一点一点的往上爬吗 那山羊都完全不用 那山羊就是直接 所以只要稍微一点点小小的凹槽 他就可以直接附着在上面 那这个跟山羊的角的构造也是非常有关系的 那山羊的角构造就是他们前面两个体啊 前面两块体是会可以可以分的很开的 就像是一个那两个体就像是你笔一个页 就是很像一个剪刀一样 那他这个体是可以完全分开分的非常开 就如果说在很崎岖的墙面上等等的时候 他可以把他的体整个角度啊 就整个撑开 让他分散力量 或者是去抓住这个很垂直的墙面 让他整个卡在墙面上 那其实更重要的是他后面 他后面下面的那个就是角的部分啊 材质是很像很像橡胶的感觉 然后那橡胶特色就是什么 橡胶特色就是说他摩擦力超大 像一些杯垫什么不是都用橡胶吗 就是这样就可以让他比较不会 比较不会在桌上不会滑嘛 那其实山羊他的那个 山羊他的这个角上面就是有像橡胶一样 你在爬的时候除了用前面两个 这样的体可以夹或是分散或是戳进去 后面的这块橡胶呢 就是可以完全让他产生非常大的摩擦力 可以直接直接卡在就是直接卡在这个这个锤子的墙面上 所以说不管是多么锤子 而且我觉得你看我觉得看山羊爬墙 你真的可以看那种影片看一整天 因为他真的就是很强 他就是你就会觉得哇 就是看起司就觉得不可思议 就到底怎么走上去的呢 他就是都完全不会害怕 就一步一步走一步一步爬 就一直跳一直跳 然后也就是我觉得就是跟攀岩 你看别人攀岩的感觉一样 但是你看别人攀岩的时候 你看得到那个墙面上一块一块的东西 或是你看到有人在打钉 自由攀岩的话 你看到有人在打钉那种状况 但是山羊就是你看得整面都是一个白 就仿佛那些攀岩的那种一块一块抓的东西都是看不到的 就是对山羊来说看得到 但对你来说看不到 你就觉得那整面就是一个平 完全是平的墙 而且是人造的 你要说那种一般的石头啊 可能还比较容易有一些凹凸不平 因为是天然的嘛 但是人造的水库的这个水坝 完全就是一个垂直的水泥 他竟然有办法就是找到地方 就是可以这样子卡住 然后就是就还是可以往上爬 而且上去有的时候上去容易下来难啊 像人类下来不是都是用垂浆的吗 人类下来都用垂浆 但山羊就是还是一样就是照着用走的下来 对照着用走的下来 而且他走下来的时候就是都是完全不让你觉得有一种很很担心他的感觉 就是他们动作真的很敏捷 然后跳的每一步呢都是精准就是都是精准计算过 只能这样讲 然后就算他们要往前跳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他们也从来不会觉得恐惧 我觉得真的就是这样 就是如果你从小很你从小都生活在那种环境 然后你就相信自己 我觉得其实就很像跑酷的感觉啦 就你看那些跑酷的人的影片 不是都觉得他们很扯吗 就是觉得说哇这一定会摔下去吧 但人家都可以直接弄过去 其实我觉得山羊就是可能就是跑酷 跑酷界的跑酷的那个 跑酷就是可能都要拜山羊之类的 因为山羊真的是跑酷界的神嘛 山羊真的是太强了 那山羊其实也因为他们这种非常会爬墙 然后非常厉害的这些能力 所以让古代有一些人就是把古代有些族群 会把山羊当成是 会把山羊当成是神明 或是很英勇的人来去对待 那除了就是这个我们一般讲的山羊或是野山羊 其实因为种类非常多啊 所以其实今天也是很概括的跟大家讲一下 然后其实有另外一种是也是很知名的 就是它英文叫做Mountain goat 然后呢 中文的话可能叫雪羊或是叫做洛基山的山羊 那其实这种洛基山山羊它不是属于山羊属的 对它其实不是属于 它不是属于就是山羊属的山羊 对它虽然叫做洛基山山羊 或者是什么Mountain goat之类 但它其实不是同一个属 不是同一个属 对它是就是另外一种这样子 然后它的它全身都是白色的 然后它的脚也比较短 所以有人就会把它跟家里的 如果体型比较小的话 可能会把它跟家里养的那种山羊去误会 但其实蛮扯的 因为这种洛基山山羊它是一个身强体壮 然后老实说它身体跟它的头 跟它的头有点接不起来 就它头还是一个山羊样子 它身体是非常的身强体壮 就很像那种健身人的感觉 对就是我觉得虽然这样形容可能 在生物上很不精确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看起来真的有这样子的 真的有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它们是真的 它们就是只有活在这个洛基山山脉这边 北美洲的地方 所以它叫洛基山山羊 但它们其实就是不是 重点就是它们不是属于山羊属的 对但是就是它们也是一个非常酷非常酷的动物 然后它们的这种爬墙能力之类的也是非常的 也是非常非常的强大 对 但其实它们的毛啊看起来也就是非常好摸之类的 所以但是如果你就是真的在野外 假如说你去美国 洛基山脉完 然后真的遇到这个 这个 这个 就是一同在照顾小山羊 这种时候你要是 哦好可爱 然后乱摸人家的时候 他们应该会直接把你视为敌人 然后他们会超级超级生气 然后就直接用脚 就冲过来捅你之类的状况 然后这个就真的非同小可 所以很可怕 然后其实 因为它可怕的程度是 就是在这种繁殖期 然后育儿阶段的时候 这些母的山羊 就是在照顾这些小山羊嘛 这种时候就是公的山羊 几乎都完全不敢靠近他们 因为公的山羊 只要一靠近那母的山羊 就是很有可能 就直接冲撞他 然后就是公的山羊 其实很害怕 所以公的山羊 都不敢靠近 所以如果说公的山羊 都不敢靠近的话 那你敢靠近吗 所以说就是 建议你不要去 给人家摸头 或是做一些就是 近距离靠近 让他们觉得 就是你侵犯到 他领土的一些状况 要不然他们 是非常强大的 他们是就是强大到 就是足以压倒 就是体型最大的成年人 对就是可能 像NBA球员之间 就是他们都可以直接 就是把他扳倒 所以说 就可能他就直接把他铺倒 再用脚撞一样 所以说 就是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不要去 不要去惹这种 那个 洛基山山羊 就他们看起来 非常的无害 就是白白的 好像家里养的山羊 但是呢 你要是去弄他 尤其是我觉得 很多人会 会犯的错误 就是因为 他们的小孩 他们的小孩 比较小 你就比较容易误会 成家里的山羊 那那种比较小的 尤其是你去碰他 那他的那个 妈妈或是其他 在照顾他的母山羊 一看到有人摸他的 小羊 他就直接抱走 就是 直接触犯你在禁忌 所以说 就是大家真的 在野外 如果你去洛基山 玩的话呢 有幸可以遇到 这个洛基山山羊的话 千万不要去乱摸人家 那今天听说的动物 就到这边结束 再次感谢 订阅赞助的会员 EAN 大银男子 James 黑鸳猫猫 黑母大条的ZZ 就希望其他的留言区 支持下一个创作的朋友 可以在帮忙找到Patreon的连结 那如果喜欢这集 关于山羊的内容的话呢 欢迎大家 都把这集推荐给其他 就是 也可能喜欢山羊的朋友 那如果就是 喜欢我的节目的话 就可以大家播放cast 帮我留心心 一些下评论 对我们节目的成长 还有帮助 那还有其他时间 愿意收听更多的话呢 可以去听我的 另外两个podcast 其中一个是 女友的 纯粹不理性批判 没有时间更长的 一些主题性 议题性内容 另外一个话 是鲨鱼 会在明星246 用十分钟的时间 跟大家分享一些 新闻性资讯 就希望你们听说多 我可以去下 每周五跟大家相见啦 那我们就下次见了 拜拜